胖大人这个相亲事件之后呢 很多爱吃面包的人就很担心说 吃尽了不好的添加物啊 所以现在很多烘焙房就打出来 客制化的卖点 就是你想吃什么样的馅料都可以指定 甚至可以自备材料 把它带到面包店去 新鲜面包热腾腾出炉 一刀切下顾客放心吃下肚 因为这里的面包原料 全是顾客自己带来的 因为我们帮你做成很天然笑话的面 但时间上的话可能要两三天 没关系 把新鲜南瓜餐进面团一起搅拌 这南瓜是客人自备的 当然不担心店家有没有家乡精 现在健康了 做这个吃了对我们亲家真的都不错 可不可以 还有这看起来让人口水直流的香肠 也是客人自己带来请师傅夹进面包里的 你自己是在灌热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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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自己是在灌热腾 还有台南这家烘焙坊也推出客人自备小麦 店家帮你烤面包的服务 尤其在胖达人面包厢经风破后 由顾客干脆自备面包材料 请店家帮你客制化面包 不管是南瓜面包还是香肠面包 客人吃起来也比较安心 中天新闻云林台南综合报道